HELLO 各位 大家好 又是卡路斯和您說3D打印機的時間 記得之前一連兩集和大家介紹過 這部CR10 Smart Pro的機器 可以說我用了3D打印機六七年來講 最方便又最容易操作的機器 甚至我自己的學生按兩個按鍵 都懂得自己打印嘴 但問題是CR10系列一向都是大機 即是300x300的底盤 如果家裡的地方不適合放這麼大的機器 又有什麼選擇呢? 其實這麼多年來創作過這麼多打印機 一定有一部適合你 今天又跟大家介紹一下 Ander 3 S1 Pro 它跟CR10 Smart Pro一樣有個Pro字 即是說是專業機種 而大家亦都一向知道 CR10是大機 而Ander是小機 所以這部應該可以放在你家的窗台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來開箱 打開紙箱 正常都會找到說明書 以及一代代的小配件 一向以來 我們都覺得Ander系列安裝的過程 比CR系列複雜很多 但當我比對上次安裝CR10 Smart Pro的情況 對方發覺兩者都差不多 又或者現在的方向 是兩個系列的設計都越來越相似 除了大小不同 其他的部件似乎都是共用的 安裝的步驟也都要吹簡單 因為你看到零件袋裡 就只有這三款螺絲 而看看說明書 只需要看四幅圖四個步驟 就可以安裝這部機 安裝的第一步是先將打印頭 安裝在龍門的這個位置 又一次看到這款新的打印頭的設計 是跟CR10 Smart Pro共通的 只需要用三口M3螺絲 就可以將它穩固地安裝 這個夾線夾要塞進去Z軸最高的位置 而將龍門和主機配合一起 就要用到四粒長的黑色螺絲 而我發覺唯一跟CR10系列不同的 就是這個顯示屏幕 不是說它的顯示方法有甚麼不同 我意思只是打橫和打直的分別 因為CR10 Smart Pro的顯示屏 是打橫的 而這部Ander 3 S1 Pro 竟然是打直的 但至於觸摸屏的操控方法 和CR10有沒有分別呢 待會我們再慢慢研究一下 不用問 上方的耗料架的設計 都是跟CR10一樣的 來到這裡安裝已經完成了一大半 剩下的就是插線的工作 相信有經驗的3D打印機使用者 已經不需要我多說了 來來去去 都是找回附近相關的線 對應相同的插頭 插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這裡也不再侵聚了 至於這條桶去打印頭的大電纜 上面有清楚的指示 將這個箭嘴 塞入剛才的夾線夾 至於大嵐的頭 就自然要插進去打印頭 而大嵐是同時控制這個X軸 所以這兩個插頭都不遺漏 好了 打開前方的桶 似乎設計上沒有CR10 Smart Pro 那麼骨子 可以少少地方整齊 放好所有工具 但是空間也是足夠 將所有粒粒粒的東西 丟進去 至於熱床的設計 就沿用CR10 Smart Pro 的瓷板 哇 這塊好東西來的 我認為是有此以來打印和脫床 最好的設計 一切準備就緒 我們就開機 以及準備進行調屏的工作 剛才我說過 這個是樹瓶 雖然跟CR10 Smart Pro是不同 但是操作上 基本上一模一樣 所以調屏的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之前 關於CR10 Smart Pro 的影片 主要都是先進行自動調屏 讓我調屏裝置 在整個熱床上掃描一次 完成之後 再用輔助調屏 細緻調教Z 俗補償的距離 而最後 都是要用傳統的方法 去前後左右和中間五個位置 用手動調屏 至於手動調屏的方法 我都不在此重複了 還有這個貼心的設計 這個燈都要提提吧 好了 安裝卷耗料 嘗試打印 操作極其簡單 只要將預先準備好的 STL 檔案放在SD卡 插入機器 一按Play 就開始打印 雖然 Ander 3 S1 Pro 就不夠CR10 Smart Pro 有個300x300mm 那麼大的熱床 但是你看我平時的操作 一次過印五六個木同笛嘴 其實200x200mm 熱床 不是一樣可以做到 現在在一邊打印期間 習慣性我都會再用手動的方法 微調一下四個角落頭 將打印頭和熱床的距離適當調校 以保證打印件不會打印到一半掉出來 打印完成後 正如我之前所說 脫床非常容易 而且打印的質素 亦都一如以往 效果非常之好 只不過經過簡單的安裝和測試 機器就可以投入使用 讓我們這些長期創造的擁凳 都享受一向來的貼心 以及方便打印的效果 都跟之前的CR10 Smart Pro 是大致相同的 因為它使用的零件 以及設計都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想再知道 有關這個3B打印的訊息 請繼續留意我的影片 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